在新加坡的中美高官在道針鋒相對 在線出席的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許樂 中國將繼續推進對外資開放 同時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隨後與會的美國商務部部長吉那·雷蒙多表示 中方必須尊重知識產權 信守自己的政治家政權 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11月17日在線出席會議 再次暗示中國參與世界經濟活動的意願 王岐山表示 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 中國將繼續張開相避 為世界提供更多機遇 王岐山發表講話的前一天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了視頻會議 雙方同意繼續就一系列議題進行會談 不過在台灣等問題上仍有爭論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也出席了11月17日的在線會議 他表示美國希望與中國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中國需要遵守規則 需要尊重我們的知識產權 需要信守自己的承諾 雷蒙多在論壇上說 例如現在在抵國階段的貿易協定中 中國承諾會購買一定數量的飛機和農產品 他們沒有這樣做 他們沒有信守承諾 他表示美國暫時是不會加入亞太國家之間的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但可能在2022年年初 啟動一個更正式的進程 並最終在亞洲形成一個適當的經濟框架 雷蒙多還表示 美國絕對需要增加國內半導體晶片的供應 不過這可能是通過讓外國公司 增加在美國的生產來實現